好 来看到台塑集团创办人王永庆 在今天事事是满两周年 面对了三个月之内三度的大火重疾 台塑集团七人小组是首度的分工 强化了公安的环保组织横向等管理 那么总裁王渝渊跟副总裁王瑞华 在昨天还率领的高层说明了改善的方案 以及三次大火的原因 王渝渊坦承说六亲的第一起大火 确实是人为疏失 而第二起应该是机器的设计不良 第三起火警初步研判 可能是输送管焊接的位置出现的裂缝 引发了大火 而在说明过程当中 王渝渊是诚意十足 遇到了专业问题像是化学性质等等 他还会要现场来模拟 那么七人小组处事都战战兢兢 也希望能够再避免这个问题再度的发生